国情小朱婷。18岁女排新兴状态复苏,郎平没看错她。 李盈莹出道堪称经验,还是去年国内联赛的得分王,被球迷成为小朱婷,但是其还需要提高的地方还有很多,例如李盈莹最应该提高和掌握的是打手出界的技术。 她虽然弹跳不好,但是身高必长,扣高倒也不算很低,另外她的力量还是可以的,但是她要么避守线,要么应乐,很容易被篮网好的球队撑起,我觉得她应该学学那些善于造打手的高手,练出点造打手的技术,她的成功率会高点。 国际赛场打强对面临的篮房绝非国内能比,所以在进攻方面,一定得想点办法了。 我们也必须得承认她面对强篮房的时候成功率低,办法也不多,别人也得看到人家的长处,在这个年纪难得的手法和力量。 我们不要到处比较这个,比较那个。 找发挥不好找各种理由,踏踏实实从小菜要练习,别人也要承认她也毕竟扣了很多大调工,不少藏国累活,不好打或完全不能打的球也算在成功率里面了,而且低级失误也少了,一传也基本接起来了。 双赢国际上下球率低。大致三点。 一、下肢力量跟不上,不仅影响弹跳,还影响移动防守,与移动扣球。通过专门体能训练可以提高。 二、失误率高。 二、失误率高被批评后,打球选择保险线,为了不失误实在不行就拍掉。 为了下球率还得冒些风险,甚至提高失误率。三、听说朗岛给改动作有影响。 这得两方面看,比如朱婷刚进国家队听说朗岛也给该动作了,造成超手进攻少了,但从长远看对朱婷的全面有好处。 双赢也是,该动作后,短期可能影响下球率,但是对他长期全面有好处。 至于打手技术,我感觉不必太担心,理由是,在国家队友,朗平与朱婷这样的顶尖高手叫。 在地方队友,张静坤和尹娜这样的球友子叫。 所以李莹莹的打手出界的技术是大概率会练出来的。 这只是想替段放和盈莹说一些公道话。 一传。 在联赛期间段放逸直接一传练出来的。 而盈莹因为天津的体系。 没有经过联赛的锻炼没有联系过各种球的角度和一传适应性,所以在主心骨不在的情况下。 要一个一传相对稳定的人来稳住这个队伍的生命线。 需要一个一传较好的人来和二传配合上打战术。 而盈莹不是说不接球。 盈莹在五号位和一号位是接一传的。 不是直接一轮一传。 请各位大哥大姐不要针对这个方面发言了。 。 段放和盈莹足起来的主攻线。 是在德国的主攻线里面一传相对于稳定能打战术球。 一攻相对于稳定能打一攻球的两位小队员。 进攻。 。 盈莹的进攻,在后期被塔位的原因是直线失误之后。 所以不敢突破直线和心理防线。 希望在以后的线路上能有一个清晰的划分能够下球容易。 。 大放放的进攻,可以看出来。 断放的进攻。 有直线。 有斜线。 但是点滴。 。 传配有的球也是妖姬老笋球随意很多球也是被拦。 有的很聪明会打手出界。 。 对于两个队员我看到可喜的一面是,即使大笔分落后,两个队员都没有放弃。 。 依旧能打出十分好的精神,我是一个球迷。 我认为每一个打排球的运动员都是值得中国人尊重的。 最起码他们满身伤病,征战赛场,不管断放也好,盈盈也好。 花蕾也好。 圆圆也好。 高益也好。 女排的每一个队员都值得我们去尊重和鼓励。 。 当然最后说的算的还是教练组,是郎导,我本人还是希望李莹莹进步的,朱婷能多个帮手。